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也是侯佩岑总是招牌笑容 甚是为别人着想 因而被网友酸说太假 就连好友陈小恩都在吐槽大会上开玩笑说 自己都不演了 侯佩岑还在演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侯佩岑依然情商满分 笑容甜媚 不仅收获了众多好友 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侯佩岑身上节小甚微 处处讨好别人的性格 跟家庭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侯佩岑的母亲是知名的闽南云演员林岳云 年轻时追求她的人也排了场队 但林岳云偏偏喜欢上了同事演员的侯世红 而她已经是有妇之夫 林岳云为了爱情不顾及名声和事业 当起了侯世红的地下情人 然而在这段感情里越陷越深 林岳云怀孕后 侯世红便打算和妻子郭美纯离婚 然而遭到背叛的郭美纯并不愿意成全她们 就是不肯离婚 林岳云开始安心待产 侯世红怕她无聊 便带她去闺蜜家打麻将 因此结识了闺蜜的老公 富商邱家雄 等到侯佩岑五岁的时候 侯世红依然没能离婚 林岳云便狠心分手 转身做了邱家雄的行人 命运的造化让林岳云两度当了小三 邱家雄为她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 她们母女还住进了邱家的豪宅 侯佩岑从小就享受着优质的生活 进贵族学校读书 但绅士也是她难以歧视的话题 林岳云也是自知理亏 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 从小严格要求她 让她知理术 懂规矩 做一个大家闺秀 侯佩岑一句顶嘴 就会收到一巴掌 接电话不用礼貌用语 也会被罚贵 甚至不肯借邻居妹妹玩具 还要被关禁闭 侯佩岑在这样的严厉的教育下 从小就养成了讨好别人 极巧甚微的习惯 这样的习惯也给她带来了一些好处 侯世红的妻子郭美纯 一直不肯原谅林岳云 却愿意让侯佩岑认足贵宗 这样乖巧懂事的小女孩 谁都没办法拒绝 侯佩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就连长大后拒绝别人的表白 也要先夸赞别人 再委婉告诉对方不合适 这样的侯佩岑也赢得了朋友中的好口碑 起初会觉得她太假 长久下来发现她就是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 把自己放在后面的人 谁能不喜欢呢 2001年名校毕业的侯佩岑 凭借流利的英文 教好的外形 成功进入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播 侯佩岑知性又甜美的气质 在新闻主播中十分突出 受到观众的喜爱 被称赞为台湾第一女主播 从而 侯佩岑也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跨界到娱乐主持 侯佩岑也遇到了一生都抹不掉的标记 周杰伦唯一公开承认过的女友 那时的乐坛是周杰伦的时代 从第一张专辑借一开始 每一张专辑都亲手打造 囊括了所有的音乐大奖 音乐排行榜上永远都是周杰伦的歌 周杰伦成为时代的标签 当之无愧的天王 2004年 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夜会美》 上侯佩岑的节目宣传 面对侯佩岑的彩虹夸赞 一向拽拽的周杰伦竟然像个小男孩一样羞涩微笑 他还答应侯佩岑会再来上节目 接下来 行程报表的周杰伦 竟然半年上了四次侯佩岑的节目 不仅现场变魔术 还直言妈妈和外婆也很喜欢他 最后一次 周杰伦直接将侯佩岑带到自己的店里 妈妈和外婆也悄悄到现场围观 两人现场的互动充满了小粉红 意外牵手后 周杰伦竟然慌乱地 忘了自己专辑的名字 接下来 两人的互动不断 周杰伦新书 低大调的华丽的发布会 侯佩岑特地想花并采放 在印尼海啸的抽款会上 周杰伦和侯佩岑还一同合唱了《屋顶》 满屏的羞涩和甜蜜 2005年在日本戴观山 本来在追拍陈奕迅的狗仔 却意外拍到了周杰伦和侯佩岑约会的画面 两人的恋情就此曝光 回到台湾后 周杰伦大方承认恋情 侯佩岑的名字成为了各大报纸的头白头条 然而天王的女朋友并不好当 周杰伦繁忙的行程下 并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侯佩岑 而狗仔的穷追不舍 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压力 2005年 周杰伦带侯佩岑去看望父亲 狗仔跟随了一路 周杰伦大怒并与狗仔发生冲突 约好的家庭聚会也未能成行 同年的金曲奖上 侯佩岑是主持人 周杰伦是候选人 整个颁奖里最大的看点 就是对他们二人的调侃 颁奖结束后 获得大奖的周杰伦带侯佩岑去庆功 有四组狗仔一路跟踪 这样的压力也让二人苦不堪言 周杰伦的粉丝也并不喜欢侯佩岑 他从完美女人成了被众多女孩讨厌的人 侯佩岑也被爆出私生子的传闻 巨大的压力下 让他不得不停下工作出国调整 最终侯佩岑还是选择了分手 他换了电话与周杰伦断了联系 周杰伦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好好保护女友 他太看重事业 没有想过结婚 也没有顾忌女友的感受 此时后悔莫及 注意爱情的周杰伦为侯佩岑写下了 说好的幸福呢 我不配等情歌 MV里都是两人恋爱式的画面 看电影不能同牌座 女友总是一人在家孤独等待 都是两人的真实写照 虽然请真一切 但家人已经远去 而这些歌 周杰伦即使在演唱会上也很少唱 直到他结婚前的最后一次演出 他唱了所有与侯佩岑有关的歌 向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女孩告别 周杰伦说 如果时光能倒流 我不会去戴观山 侯佩岑说 谢谢周杰伦 没有她 大家不会记得我 分手两年后 侯佩岑高调嫁给了黄伯俊 生下了两个儿子 几年之后 周杰伦也在古堡举行盛大的婚礼 迎娶了昆灵 有了一儿一女 两人再次同台 也能微笑祝福 不再尴尬 周杰伦还是忍不住 看一向已经转身走开的侯佩岑 虽然多年后 大家依然能够从蛛丝马迹中 找到周杰伦对侯佩岑的念念不忘 但这段恋情 终究只能是遗憾 侯佩岑在离开周杰伦之后 就遇到了黄伯俊 家境殷实的他 不仅事业有成 还以表人才 据说身家超十亿 是名副其实的好门 黄伯俊是体贴型的男友 对侯佩岑照顾的十分周到 侯佩岑出国工作时 还会带他的妈妈和外婆吃饭看电影 连同他的家人一起照顾 黄伯俊给了侯佩岑想要的归属和安全感 两人恋爱一年后 就在巴厘岛举行了大婚 本以为加入豪门的侯佩岑 可以安心做黄太太 结果却接连遭遇厄运 侯佩岑的二胎儿子 一出生就带有严重的心生而如血症 不满一岁便经常进出医院 侯佩岑夫妇既要照顾年幼长子 又要为小儿子担心受怕 每当谈起此事都忍不住落泪 不仅如此 侯佩岑的公公被爆出欠下巨额债务 据爆料 侯佩岑的公公经常进出澳门赌场 并欠下了三千万的债务 至今有1600万未还 赌场为了追债 故意将事情闹上新闻 侯佩岑面对媒体的提问 只能说长辈的事情晚辈不好干涉 侯佩岑的公公曾号称是地产大亨 却无力还债 网友纷纷酸侯佩岑 嫁了一个假豪门 已经见惯网络报里的侯佩岑 依然淡定的生活工作 仍是一副优雅知性的样子 丝毫未受传闻影响 侯佩岑不管结婚还是生子 也一直没有放下事业 不仅在台湾很受欢迎 在内地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42岁也保养得宜 依旧是招牌微笑 反倒是周杰伦夫妇再次让侯佩岑 站上风口浪尖 周杰伦早前 先是在社交网站上 发布了一张独自在戴观山的照片 戴观山对于周杰伦的意义不言而喻 随后 昆林就在同一地点拍照宣示主权 之后 昆林在网站上发布的一张照片 又被挖出来 是盗用侯佩岑的图片 网友猜测 昆林一直将侯佩岑当作情敌 最终周杰伦也不得不现身 为昆林辩解 侯佩岑也大方回应 美图共享 但依然抵挡不住网友八卦的心 看来侯佩岑一直都是周杰伦心中 无法抹平的遗憾 而昆林可能只是在合适的时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人生家庭带给侯佩岑的讨好型人格 让他收获好评的同时 也深深委屈了自己 周侯恋也是他小心的人生中 最大的叛逆 然而恋爱中 他委屈求全